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里妙计的角落里 坐落着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的神秘建筑 只因为这里关押着中国最高级别的犯人 这座监狱最特别之处在于 从硬件到软件都与其他监狱是完全不同 所以被外界赋予了最神秘监狱的称号 这里曾改造过多名国民党的重要战犯 关押在这座高墙里的人和事都充满了传奇故事 如今又成为了一些贪腐高官的最后归宿 那秦城监狱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神秘的204又关押着怎样的犯人呢 秦城监狱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 隶属于公安部管理下的监狱 上世纪50年代 中国和苏联老大哥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 苏联和中国签订了157个援助项目 秦城监狱便是其中之一 秦城监狱的设计由苏联设计师一手承包 砖结构和坡顶充满了苏格兰风情 刚开始共建造了四幢白色楼房 排号为甲乙丙丁 每幢楼房共有三层 每一间审讯室都有20平方公尺 设有单独的卫生间 要是重犯囚室内的墙壁都是特制的 主要就是防止出现囚犯撞墙自杀的情况出现 这四幢楼每一幢都单独是一个院落 楼前面有一大片空地 这是给犯人提供放风用的 到了1967年 秦城监狱仿照苏联工程师的设计 又加盖了六栋监设 排号分别为物己耕心人鬼 与50年代所盖的四状加到一起 正好凑足了石田干 称为真正的政治犯收容所 有数据统计 从2004年到2014年的整整十年当中 被查处的副省级以上官员超过了100余人 其中除了那些被执行死刑的犯人之外 剩下的大部分都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当中 他们在此地度过剩余的人生 或者再次服刑直至刑满释放 比如陈良宇 比如李济周 再比如邱小华等等 这些曾经在各个领域内是呼风唤雨 叱咤风云的人物 结局也是相同的 都只能在这里共度余生了 其实啊 秦城监狱远远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艰苦 反而是特殊囚犯的生活待遇 会比外面普通监狱的生活条件更加的优越 据走经过秦城监狱的知情人描述啊 秦城监狱关押高官的牢房面积是非常之大 里面的设施呢也是非常齐全的 比如写字台卫生间坐式马桶和洗衣机是应有尽有 而这些被关押的高官呢 虽然得不到自由和权利 却可以看书读报 还有可以看电视的时间 基本是每天晚上的七点到九点左右 如果是身体素质不好的特殊囚犯呢 更是会有一天四餐的照顾 而他们所支出的餐费都是由国家支付的 在整个秦城监狱当中 最神秘的要数204 那里边关押的是什么人呢 由于时长的关系 本期内容将分为上下两集来讲解 如果你也想知道秦城监狱204的秘密 欢迎点击右侧头像进入主页 再点击刚刚看过 查看下集精彩内容